耶稣向玛利亚显现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至十八节 然后他们各自回家去了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泣 边哭边往坟墓里面看 看见两个穿白色衣服的天使 分别坐在原来安放耶稣遗体的头脚两端 天使对他说 夫人 你为什么哭呢 他说 有人把我的主搬走了 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 说完他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但他不知道那就是耶稣 耶稣问他 夫人 你为什么哭 你在找谁 玛利亚还以为他是园丁 就说 先生 如果是你把他搬走了 请告诉我放在哪里了 我好搬回来 耶稣说 玛利亚 玛利亚立即转过头来 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拉伯尼 拉伯尼的意思是老师 耶稣说 不要拉着我 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 你先去找我的众弟兄 告诉他们 我要升天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去见我的上帝 也是你们的上帝 莫达拉的玛利亚就去向门徒抱炫说 我看见主了 又把主对他说的话告诉门徒 我让他看见主要而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